第一個講吳徵是空降的美國人 第二個呢 指涉到這個我們王立川說是 滿嘴噴死噴糞的人 指涉吳徵呢 不是 不是中和人 陳我 吳徵還有這個 王立川叫做三劍克 也稱之為 我們是這個民進黨的這個 選舉蟑螂 我早在2018年的時候就已經完成 放棄美國籍的程序 非常證據確鑿的證據 就是張志倫團隊 張志倫指使他的總幹事製作了 黑寒的影片在中和的LINE群組裡面 大大小小的四處擴散 所以我在這邊請教張志倫先生 以及你的莊角謝申如先生 你們公然在黎明面前散布消息說 吳徵有性騷擾記錄 還在網路上製作影片 請問記錄在哪裡 有所有本的質疑 竟然被說成是滿嘴噴死 你可以說我長得很醜 這個我都還可以接受 你說我講話很難聽 台語口語不標準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說 比如說涉及到 剛剛我就講什麼性騷擾 這些事情 這沒什麼事情 沒有基督可談 志倫在中和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跟著所有很認真的里長 在中和大街小巷消毒 民進黨好好重視民生議題 民進黨不要成為一言堂 大家好好來重視台灣的經濟 以及台灣未來重視的 不管是電費 讓人民可以更安居樂業 我相信 我們在記者會是 近期在中和 在中和的非常多的LINE群組 都出現以下的畫面 他有一段影片 在中和各社群裡面 大幅度的流傳 那這個影片呢 影片紫色包含吳征 吳征是這個空降 空降的美國人 這是影片的內容 這個字幕不是我們後製上上去的 是這個影片內容 本身就有裡面的 第一個講 吳征是空降的美國人 第二個呢 指涉到這個 我們王毅傳說是 滿嘴噴死噴糞的人 指涉到王毅傳是 滿嘴噴死的人 然後呢 並且呢 指涉吳征呢 不是 不是中和人 不是中和人 裡面呢 內容呢 甚至又非常非常多 這個不堪落幕 而且這個 很沒水準的用詞 比如說 陳我 吳征還有這個 王毅傳叫做 三劍克 這個劍是貝克克的劍 三劍克 然後呢 也稱之為 我們是這個 民進黨的這個 選舉張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面包含了非常多 包含公然五路的內容 也包含非常多 不實的訊息 比如說說 吳征是空降的美國人 這叫不實的訊息 那這個影片呢 其實並沒有任何的署名 沒有任何的署名 在沒有任何署名的前提之下 其實他就是符合選舉過程中的黑函的樣態 其實一般來說是非常非常難查證起消息人員的 但是呢 因為 張志倫 張志倫 這裡非常非常不小心 我們在這邊特別舉一個 其中一個案例 這個是來自於中國區陽光慈善協會的一個內部的line群組 可以看到在裡面 傳這個影片的人 叫做張國妍 在這上面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是有一位張國妍先生 在整個line群組裡面去做廣泛的傳遞的 那這個張國妍先生呢 其實在非常非常多的群組 都大肆傳播這個文群喔 在這樣情況之下 其實問中和人張國妍是誰 每一個人都知道 張國妍的正職 是市議員陳錦定在新北市議會的辦公室主任 他領的是新北市議會的錢 換句話說 張國妍的正職是 吳征的對手張志倫媽媽 聘的新北市議會的員工 而張國妍此時此刻的正職 是吳征的對手張志倫的競選總幹事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報告是 我們發現吳征的競選對手張志倫 在這一次的中和的競選中奧不進出啊 他完全沒有辦法回應 吳征對於他家產暴增50倍的質疑 反而透過選舉黑函的方式 由他的競選總幹事張國妍 在中和各大line社群中散播不死謠言 而且惡意抹黑喔 所以2016年4月29號的時候 國民黨的屏東縣黨部主委張亞平 也曾經在那一場的選舉 2014年的選舉的時候 散發抹黑潘孟安的文宣 當時2019年4月29號張亞平被依公職人員選舉發明法 散布謠言罪被判刑兩年十個月定驗喔 所以我要在這邊呼籲我們檢調 要啟動對於張志倫的調查 對於張志倫進行團隊 在中和散布不死黑函 散布不死謠言的調查 要以公職人員選舉發明法散布謠言罪 來去做進行的偵辦 那到底張志倫團隊的黑函行為 涉犯了什麼法律的問題 我們請律師來跟大家解答 謝謝正好 那我這邊就跟各位媒體朋友說明一下說 從這影片裡面的不管是言論內容 或是文字內容 涉犯了什麼樣子的法律規定 第一 只要裡面內容涉及到 不管是說滿嘴噴石啊 或者是說選舉蟑螂三劍客 或是說他們根本不是中國人 那個他還上引號下引號 然後用牛字部這個形容動物的他 這樣子的言論喔 其實都已經直接點滴到這個候選人 還有在場另外幾位這個候選人 跟鄭浩這邊的名譽了 那其實這事實上 這就已經觸犯了我們刑法309條控 當然無尊 那這個刑度上面其實就是 可以處拘役跟9000元以下的罰金 那另外針對我們所說不實言論的部分 其中包含說有可能性騷前科啦 針對吳征的部分是說一直強調說 他是空降的美國人 美國人吳征 美國征等於 甚至在公開的言論中 說他是一個性騷擾的人 那最後 在場的這三位只會抹黑 只會攻擊他人的附魔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不實的言論 不實言論 甚至他是用文字 用圖像的方式去散播 那在刑法上面 其實已經觸犯了所謂加重匪謗罪 那這部分是可以處兩年以下有行徒刑 那另外因為現在是選舉期間 那在場也有身為候選人的身份 那所以這部分也會涉及到公職人員 選辦法依靈失調 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罪 那這部分其實他是一個非告訴男人之罪 他在刑度上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非告訴男人之罪意思就是表示 當檢察官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應該就要立即去做這個偵判 還阻止這個犯罪行為繼續的發生 使這個損害可以停滯 那這部分就是以上的說明 謝謝 謝謝龔玉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這邊召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我們已經掌握了非常 非常證據確鑿 實錘實的證據呢 來證明現在在中和選區 我的對手張志倫團隊 正在有計劃性的 刻意的散布選舉的 黑函 也就是製造完全虛假 不實的言論 企圖影響選舉的結果 那剛剛律師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 這個部分已經觸犯了 意圖使人不當選散布謠言罪 是最終可以判到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也就是張志倫競選團隊 現在已經在中和就是一個違法選舉的團隊 那我這邊再跟大家說明一次 包含他們最近製作了一支影片 非常積極的在LINE裡面各個群組轉傳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影片呢 裡面內容包含說 美國人無爭 這件事很明顯是一個不實的資訊 因為我早在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完成放棄美國籍的程序 過去大家只要一查網路上查相關的關鍵字 就可以查到過去媒體也做過公開的報導 包含我的粉專上面 現在還留有當時我製作的公開說明的影片 當時也秀出了放棄美國國籍取得的證明文件 所以他現在去說我是美國人無爭 這就是一個完全不實的資訊 這是非常有計畫性有物的性的 再去散布不實的言論 那這樣的言論是由誰散布的呢 剛剛正好有出示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們中和區陽光慈善協會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這個截圖裡面 這個影片就有一個先生把它傳進這個群組了 這位先生是誰呢 這位先生叫做張國妍先生 他的LINE的ID叫做張國妍KY 張國妍郭彥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不只出現在這一個陽光慈善協會 同時也出現在我們中和非常多的 包含林裡的群組 包含社區發展協會等等的群組 這位張國妍先生 非常積極的轉傳 非常積極的擴散 這樣一個沒有標明出處 只去製造了很多不實 以及抹黑言論的影片 那我要跟大家來揭秘 張國妍的真面目是誰 這位在我左手邊拿的手板 就是張國妍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背心上面很清楚的寫著 立法委員候選人張志倫總幹事張國妍 所以張國妍就是張志倫的總幹事嘛 張志倫的總幹事 但是現在就製作了這種抹黑 選舉黑韓的影片 在中和的大小群組裡面 用力散發用力傳了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出示的是 非常證據確鑿的證據 就是張志倫團隊 張志倫指使他的總幹事製作了 黑韓的影片 在中和的LINE群組裡面 大大小小的四處擴散 這是張國妍的部分 同時呢 還有另外一位人 同時也觸犯了散佈謠言罪 這一位 同樣這是一個網路上的影片 這個影片當中同時也包含了 我們剛提到的蟑螂等公然侮辱的用語 但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在這個影片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 在中間這位穿藍色背心的人 就是張志倫 張志倫找了他們家族 長期在地方上經營的莊角 我們中和區鼎南里的里長 謝申如 謝申如里長幫他召開 把里民都找來 辦了一個座談會 在這個座談會上面 謝申如里長講了什麼呢 講說民進黨 提名一個有性騷擾紀錄的人 在中和參選 才做成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 影片上面的字幕 證據確鑿 民進黨 找有性騷擾紀錄的人 來中和參選 影片字都上上去了 所以我在這邊 要請問張志倫團隊 以及謝申如里長 我們張志倫的莊角 大家可以看到 張志倫的看板上面 這位謝申如里長 是在每一面看板上 都跟張志倫聯名 很明顯就是張家 常年扶植培養的莊角 所以我在這邊請教張志倫先生 以及你的莊角謝申如先生 你們公然 在黎明面前散布消息說 吳徵有性騷擾紀錄 還在網路上製作影片 請問紀錄在哪裡 請你拿出來 請你拿出來 我的性騷擾紀錄在哪裡 拿不出來你就是說謊 就是造謠 就是抹黑 就是觸犯 意圖使人不當選 散布謠言罪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公開的點名 張志倫團隊總幹事 張國炎先生 謝申如里長 以及張志倫先生本人 請問為什麼你們要在選戰中 使用這種奧步 是選情逼急了嗎 大家或許記得 前段時間我張志倫 跟我在街頭當面對峙 張志倫口口聲聲說 選舉不要攻擊 不要攻擊 我們發現張志倫一邊喊說 不可以檢視他的父母 不可以檢視他們家族過去 吐魚肉鄉民在綜合草地的事實 一邊卻使喚自己的總幹事 製作抹黑不實的影片 在那裡四處擴散 另外一邊叫自己家族 常年豢養的里長 把李明找出來散播選舉謠言 這就是綜合張家的手法 不允許任何人對他們家族 在綜合的暴力 在綜合草地皮製產 提出一丁點質疑 只要有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 就運用種種抹黑 黑寒的手段打壓 這就是張家在綜合長年以來 所造成的遏制選風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要跟 張志倫先生張慶忠前委員 陳景定女士 以及你們的總幹事張國妍 你們的莊角里長 我在這邊公開的講 我這次參選就是要 跟你們這股惡事離來對抗 我絕對不會屈服 綜合人也受夠了長年以來 你們在綜合用這種下三爛的手段 用遏制的選風來操弄選舉結果 所以我也呼籲 檢調禁數介入來爭辦 我們也必定會針對我剛剛提到的 張國妍先生 謝森如里長提出法律的行動 這都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明定的刑責 所以我也呼籲 所有張志倫團隊裡面的成員 如果你們接到來自張志倫先生的要求 要你們配合 配合他的選戰 在地方上幫他散步不實謠言 在網路上幫他製作黑函影片 我奉勸張志倫團隊的成員 不要以身釋放 這些都是有心責 可能要進去坐牢的 我也呼籲綜合選民 大家睜大眼睛看清楚 不要再讓這種惡質的政治家族 荼毒我們綜合地方 以上謝謝 好 我們這一段期間 對綜合張家的檢驗 基本上都有索本 關於他們財產土地房屋的檢驗 都是他們自己跟監察院做財產審報 他們家的資產的暴增 也是經過見價出來的結果 那有索本的這個評論 有索本的質疑 竟然被說成是滿嘴噴死 這個程度不一樣 好 第二個 這個 如果這是一個競選總部 比如說張志倫競選總部發的文學品 那我們的對象就是張志倫的競選總部 那這不是一個文學品 這是一個不知道誰做的影片 好 不知道誰做的影片 我們當然可以去查看看是誰做的 問題是 張志倫的競選總幹事 在散發這個影片 你已經散發了 你現在來不及收尾了 你已經散發了 那你上發的這些內容 有幾項的這一個指控 剛剛這個沃貞跟律師也都提了 那涉及這個尋怕法 跟涉及這個公然補入的這個內容 這些內容是無所本的 無所本的 那談無爭的事情 無所本的內容 那你就是選案法 跟公然無主 那所以這個案子 那我們就下禮拜 下禮拜二 我們預定下禮拜二 我們就會正式提告 請律師陪同 然後我們就正式提告 再提醒一次 這非告書滿分 那所以 我們希望接下來的這一個選舉 要評論 要質疑 都要有所本 我們對張家的所有的評論 我們花了多少力氣 找了第一年他們的財產生發 找了當地土地 進行請顧駕師進行的建家 才虧顧他家的財產 有錢嗎 你沒問題 有錢也不是壞事 但是你們現在竟然把 我們的這些評論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形容 然後呢 對吳征 進行這樣一個非常人生的攻擊 這個是我們整個團隊沒辦法接受 跟容忍的 你可以說我長得很醜 這個我都還可以接受 這涉及個人的審美觀 這沒有問題 這我們也沒有什麼意見 你說我講話很難聽 台語國語不標準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說 比如說涉及到 剛剛我講什麼性騷擾 這些事情 這沒有什麼事 沒有紀錄可談 也沒有相關的報導 什麼什麼都沒有 你就做這個指控 所以我們下禮拜二 我就會請律師陪同 來進行相關的提告 好了